你先等我一會 怎會爆了咪咪的 大家好 今晚只有我自己一個 所以有點踢腳 現在收音,我的聲音可以嗎? 給點反應 最重要是現在我的聲音可以嗎? 待會我再慢慢攪拌收音 不如等你們 不如我準備好 我現在再播一些歌 再播一些阿馬哥的段 看看大家覺得有沒有爆聲 因為我剛才試過應該沒有爆聲 看看 我現在是70 我現在是70 沒事 70 好 我現在是 rus 一段熱情 先讓我們打聽 我們要做一段延遇 白人的眼睛窗截 把眼淚灰漏深淵 今次你我未變 現在可以嗎?現在可以嗎?阿斌 現在的聲音 因為我剛才錄的聲音 不知為何不斷爆聲 好了 準備說回今天的話題 其實今天我準備了一些相片 你先等等 我現在準備好相片 不如我簡直是顯示器 我先用這個 我先用這個 好 這樣 先看看現在多少人 13個 好 好了 阿斌 剛才我再播一下 我先看一些音樂的聲音 有沒有爆聲 你先告訴我 我放聲沒有問題 我放聲沒問題 OK 我放聲沒問題 現在是著了 不是 現在是著了那個麥克風 應該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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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 好了 現在應該可以了 現在應該 好 好 那我先用這個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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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長話短說 因為今晚只有我一個人 我除了準備了一些黑膠碟 去跟大家分享之外 那我就 回到我之前 我剛剛玩Hifi那時候的相片 因為有很多 可能是Youtube的新朋友 我剛剛玩Hifi那時候 十幾年前 那時候 都是一些比較入門的相片 所以我想在這裏 反正我自己 打單拋 我就不如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當時我玩Hifi 究竟玩些什麼器材 怎樣玩 或者有些什麼趣事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們就 給我一些 feedback 否則我一人吹很悶 我現在 我現在開一開相片給大家看看 嘩 這麼細張 為什麼 看看 先 好 這張 接著我開這裏 接著我轉回這一個 再轉場 好 好 這個 這張照片 我們先說一下 Hifi 然後再聽歌 好嗎 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我第一套 Hifi 上當年 就 用一對 Epos 然後 大家有沒有人認識那部 那部 CD機是CEC那部 TL51 TL51 不知道什麼 後面 不知道什麼號碼 然後 下面那部 合併機 我想問 有沒有人認識這部 合併機 是什麼 合併機 應該稍為老一輩 看看 哎呀 要走 好 應該稍為 有經驗的前輩 應該會知道 這一部 是什麼牌子 音樂一樣不行 都是爆 怎麼搞錯 音樂都是不行 一樣都是爆 這樣 死了 但沒理由 我都是這樣設定的 我先研究一下 喂 你們 哎呀 看看 為什麼會是 有 Echo 哦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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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屁屁痕 應該剛才我屁屁痕 按了這個按鈕 是啊 喂 好了 現在應該OK了 現在 我把聲音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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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啊 大佬 為什麼我把聲音會有回音 先 我現在用咪 我現在用這支咪 哎呀 一個人真是卡卡的 等等 讓我轉過來 音效 音效 2 屬性 這一個 Batmagic 沒錯 是咯 OK 現在我把聲音也有 Echo 咪 你等我 你等我聽一聽 自己的聲音 我開一開 那個YouTube 看看自己 沒理由的 B 先 先 喂 不是呀 好實正 我那個 不是呀 好實正 我那個 是咯 可以 現在我把聲音可以 接著 一會播歌的時候 我就再 出去聽 看看 到底 透過YouTube 收出來 是怎樣 再慢慢翻訊 多多 包含 因為 一個人是踢腳少少的 這樣 先說回 剛才的照片 有 師兄 猜 中間 那部 合併機 是MF 這部機 不是MF 這部機 是英國牌子 叫做Artemis 當時 我剛才玩Hifi 十幾年前 我有一個朋友在英國住 他回到香港工作 因為在英國那邊很無聊 他在那邊玩Hifi 但都是玩一些比較入門的Hifi 回來之後 就留我一起玩Hifi 所以 他 就介紹了這部 Artemis 的合併機 給我 當年 這隻牌子 或者是這個模特兒 就應該是 抵抗了 已經是 就是在 深水寶 那間 叫做 什麼 深水寶 到街尾 有一間 有很多喇叭 很多舊的喇叭 舊的金仔 跟著 天朗 很多 都放在那裡 鴨寮街 你們知道哪一間嗎 那間 我立時 幸運 是不是叫做幸運 你們有沒有印象 不是蜻蜓 Artemis 我不知道中文叫做什麼 在幸運購買的是這部二手機 當時幾千元 就是這部 內籠 或者聲音 其實都OK 在幾千元的合併機來說 推一對 都是來自英國的Epos 不過這對Epos 叫做M12.2 這對M12.2 當時的牌子是英國的 但以我所知 那個年代的Epos 已經在大陸做 但這對M12.2 都很好 所以我一直玩 玩了一段時間 這套組合 其實是不用 我想一下 我計算一下 那部CD機 我記得我二手買回來 是五千元 然後那部M 我記得都是五六千元 左右 兩萬元都不用 這套組合 這套組合 我就玩得很開心 而用喇叭線 大家看到我扯到這麼行 那條路線 那麼粗 那條喇叭線 那條喇叭線 是Audio Quest 是否叫Moonlight 是否叫Light Blue 是甚麼 當時是甚麼年份 當時是2007年左右 這個年份應該是2007年 你看到後面 大家看到 後面有個陳潔麗的CD 然後有個皇帝偉 所以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當年應該都是那個年份 2007年左右 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是剛剛發燒的 亦都玩得很開心 因為和我朋友剛剛 大家都知道 因為剛剛開始發燒某一件事 是最開心的 所以我玩這套組合 我玩了大約兩個月左右 然後我就轉了 我後來轉了哪個呢 後來轉了M這套 先看看 是不是這套 不是這套 喔 對了 然後就開始玩金仔 對了 然後呢 就是這一套 對了 大家看到嗎 應該看到的 我現在開玩電話看看 應該看到的 應該看到的 然後呢 大家都會看到那個喇叭 那我就由書架喇叭 就很快就轉了去做座地了 就一個 E-POS M16 這座座地叫做 那當年呢 除了M16之外呢 還有一個M2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E-POS 這雙喇叭 可能真的太入門的關係 可能大家已經 都沒有留意這個 哈哈哈哈 黑膠 拉寡LP盤試聽聚會 這個呢 因為其實我現在套 拉寡那個黑膠盤 都是放在我家工作室 而我家工作室 就只可以坐到三個人 再加上我呢 最盡都是四個人 其他那些 如果真的要進來的話 就可能真的要坐地下 那就無謂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是要搞的話 都是三個 三個這樣玩的 所以呢 就 私下約我先 如果有興趣聽的話 你私下PM我 或者打給我 WhatsApp我又好 那你就 私下約兩三個朋友 一起上來聽 這樣就OK的 但如果你說我特地去搞個Event 我就不會在工作室裡搞 因為始終搞得那三個人 搞來幹什麼 是不是 我搞起碼都搞八個人 現在限聚練八個嘛 不是喔 限聚練八個 你選我一個都要七個啦 吹街是不是 是啦 好 那就 啊 先下 這個 我現在是未Pot過來的 這個 OK 好 接著就現在Pot過來 好 我先說 我先說 這個 M16 這個Epos 你沒聽過嗎 對大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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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拍了一邊 真的做了屏風的角色 因為我現在試對KEF 試完對KEF之後 我又會搬到屏風出來 我再說回那時候 我玩得很開心的東西 接著我就轉了做金仔 其實都是一些很舊的型號 包括當時最便宜的CAS A後級 P102 接著就是一部C280L 好像是叫做C280L 這部是有風路的 不過我那時候沒有玩黑膠 所以就沒有了 接著就 部CD機 都是在用部CEC 其實當時 我想這套組合 我想分享 大家後面那對805 就不用看著 那對805不是重點 那對805 純粹是我朋友 那時候放在我那裡玩 我就沒有怎樣去主力去玩 我想說就是 我看看下張照片會不會展示出來 不是 下張照片是這張 好 其實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CD機下面 你會看到 有一塊瓦加力膠 那塊瓦加力膠 瓦加力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一些用瓦加力做的瓦加力版 那時候 剛才玩Hifi那時候 我覺得很有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時候擺喇叭 不用走鬼當 那時候擺喇叭 是擺定的 你看我都是這樣擺在那裡 因為這個是客廳的位置 沒有人走過去 那時候那個年輕人都沒有出生 2007年那個年輕人都沒有出生 我年輕人是2008年出生 2008年未出生 所以那時候是不用走鬼當 這裏是喝我玩的 這裏的尺寸是11尺 寸11尺 那裏的深是很深的 那時的深 那時的深是28、9尺深的 所以中間我劏開了 用來擺梳化 然後擺飯桌 變成在窗那邊 我就用來玩Hifi 這一個位置 其實真的很完美的 玩Hifi 因為你隨便擺對喇叭 那些定位 那些傷感 完全已經出來了 那時候我就開始迷戀了Hifi 因為當你擺到這樣的位置 其實你會很享受玩Hifi 大家看到我的皇帝位 和對喇叭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近 近場聆聽的那種方式 我還給我之前 我還沒擺這個位置之前的那張照片 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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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再之前的 這張照片 我記得我老婆去了街 我去完街回來之後 我把整個組合櫃 再加上一套Hifi 我把她全部打直來玩 我老婆看一看之後 又沒有怎樣出聲 她好像默許了我這樣玩 我一直都是這樣玩 沒有她很好人 我太太是默許我玩 因為她也很了解到 男人在家裡都要找東西玩 所以她很贊成我玩Hifi 如果不是太過分的話 其實她是OK的 你們想一下 一會兒我給你們看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我自己 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男人 我都覺得很過分 就是我去到最後那時候 我放了一雙大屏風 在廳中間 我老婆也能接受到 你想一下我老婆的接受能力 是有多高 分享完這張照片之後 不如我們就 聽一下歌 我轉給你 Epos 是好喇叭 那時候真的很便宜 便宜得來 我覺得挺好聽 不錯的 現在 介紹這張碟給大家聽一下 好嗎 第一張碟 我不管你對不對 聽 總之我自己覺得挺好聽 當然 第一張就是 Bat Pink的Lisa 就是這一張 這一張 我長期都會放在俱樂部的當眼位置 因為有時候有些年輕人 或者帶著女朋友 上來一起聽歌的時候 起碼我都給別人的感覺 玩Hi-Fi那一班 不是一班阿叔 都會聽K-pop 所以我這張Lisa 就買來放在當眼的位置 告訴別人 我們都會聽K-pop 沒錯 我太太是一個挺聰明的人 待會會分享一些相片 後來你會看到我 後來我家裡的擺位是離譜的 現在我播一隻 但是 糟糕 但是又爆了一點聲音 那怎麼辦 我想 轉一轉咪 但是 你們先容忍一下 我現在將它轉一轉咪 我現在先放一隻碟 這張碟 其實整張碟很漂亮 跟著裡面又有一些 又有一些 她的圖片 她的圖片 阿Lisa 這樣 我覺得這張碟很漂亮 而且是挺好聽的 如果大家 想和子女有些交流的話 或者子女都喜歡Badpink的話 就可以買一隻回去聽一下 我覺得挺好聽的 這張碟不錯 現在先聽一首歌 好嗎 好 大家看到我現在 都是拿一些唱片摺 這張碟 我現在也是拿一隻 是 這張碟的 聽這張碟 我也是喜歡 用這張碟的 它好像是45轉 我記得是 我現在轉一轉咪 如果爆聲的話 我應該會馬上知道 我現在不開那麼大聲 我先聽一聽 我的聲音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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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次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 当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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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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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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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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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